宣吴启大将军觐见 大王 臣的面法 大致分为敌梁 等等等等 是的 你先向本王说清楚 何为敌梁 人亦师为天 国亦良为天 所谓敌梁 就是在封年的时候 由国家大量收购 储藏 一旦宰皇和战事需要 便可随时调拨配用 继续说 接下来 是拓荒和萧绝 这两点非常重要 但却也是最难实行的 因为他们触及到了 皇亲贵族的切身利益 定会遭到强烈的禁止 这倒不怕 我们可以分为步骤 分轻重缓急 续续渐进 我最关心的 还是你这第三条 强军 我若准你变法 就是看中了你强军的策略 你听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臣明白 大王要强军 大王要战争 只有战争 才能吞并其他诸侯 只有战争 才能使我们出国强大 大王 只有变法 才能发动战争 大王 渤戏将军在推行新政时 都说是奉通大王的旨意 百姓对大王很是拥戴的 是啊 大王 看来这新政很受百姓喜爱嘛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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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 从辅佐大王以来 对大王忠心耿耿 对楚国尽心尽力呀大王 大王 大王 如果您嫌弃 臣现在是个没用的东西 臣现在可以立即请赐回乡 臣毫无怨言哪大王 但公司话怎讲 把话说清楚 不认识 如果大王不嫌弃臣 那就请大王 给臣做主 但公此话何意 是吴齐 吴齐派他的手下 把臣羞辱成这般模样 大王 没错 我曾经阻碍过吴齐将军 进行新法 可是 我也是为大王着想 我也是为楚国着想啊 今天 我满怀诚意地 来找吴齐将军 跟他设谈此事 可结果呢 吴将军 半路让他的手下 对 对老臣下如此狠手啊 他眼里 有楚国的军臣吗 他眼里 还有大王您吗 丹公 你何处此言哪 我怎么会做这样的事 吴将军 我就知道你不承认 把人带上来 他也会做什么事 都要是 你不承认 disse 他会被拍摄